歡迎光臨 Jok在那天剛好是 就信自來的 想要 對 就跟她講 點點點 整理好了這樣子 不要再睡沙發了這樣子 對 久了 奇怪都沒看到她 我就很氣 我說沙發是怎麼樣 為什麼有魔力 她是妳的老公嗎 還怎麼樣 我 黎小姐 如果妳再不睡那個床的話 我看我們可能會離婚 這麼嚴重 現在我們都各分 我跟你講 我們已經分房 我們之前有分房 差不多三四個月 但是什麼原因要分房 因為她已經 就是習慣在沙發上面 我很早就睡 她比較晚睡 可是我覺得夫妻之間 床地之間的那種 那妳就把沙發搬到房間了 對 不要鬧了 妳要沙發床 我說朋友妳就沙發 妳就把她搬到床上 然後睡得比較高 對啊 很狂喔 沒有 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會對 對 夫妻要睡得比較高 因為她這樣子睡沙發 那看到我睡早的時候 她還跑去跟女兒睡 我說這個持續 我講真的 我們持續三四個月 三四個月 我還跟我朋友講說 我跟我老婆分居了 分床了 她說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我們就是她睡她的 我睡我的 她說我想一想不太對勁了 從每次起來的時候 都是我一個人 有一次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我起來的時候 然後我一轉頭看 怎麼看到金與冰 來看一下 什麼東西 什麼啦 還有抱枕 抱枕 她能抱枕就對了 居然自己這樣拍也太可憐了 不是 她抱枕 因為我曾經有在FBPO過 我就說兩位歐爸 我說這張床是跟我老婆睡的床 我們四個人擠一張床 妳不覺得擠嗎 我就在FB這樣PO 然後我就覺得說 蘇智憲好帥 蘇智憲真的帥 我滿喜歡 你可以把那塊剪下來給我 我老婆也滿喜歡她 但是我覺得我對這兩個 所以她如果你要勾引她到床上 你把它擺好 把這兩個擺好 因為她清理的時候可以假裝 就是她們是 妳說我老婆嗎 對啊 幹嘛這樣 老公在這邊還在親她幹嘛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你就把枕頭擺在你自己臉上 這也太可憐了吧 我這樣很可憐 我覺得很可憐 老公在家裡 你為什麼不跟老公睡 而且這個是她很喜歡 她每次都放在 他兩個耳朵旁邊 可能轉過來就是金語彬 轉左邊就是數字線 我是什麼 我是什麼 長宮 長宮 就長宮 你可不可以 我說真的 你如果真的就再不跟我同床的話 婚姻會有危機 好不好 謝謝 這個金語彬跟那個數字線 我還是支持你 但是還是要跟老公睡好不好 要不然我們都生不了第二胎 想要的時候 對啊 想要的時候 要知道老公的對不對 一舉一動是不是 對啦 其實要知道他 其實像我們家還好 我老公因為他只有白天才會躺在沙發 然後看電視 然後睡著 但他晚上的話 我們家的沙發是這樣 像我真的一個禮拜 也不會坐到我們家沙發一次 因為你根本沒有空 去坐在那個沙發上 沙發在這邊 然後電視在這邊 這邊是跑步機 那這邊有一個躺椅 然後我們在另外一區這邊 就是我的辦公桌在這一邊這樣 然後他只要一回家 那一區切一塊 這一邊都是他的地盤 他不是坐在沙發上 他是有一個動力 他是有行動力的男人 他就把電視打開 然後跑步機打開 然後他就開始穿布鞋 就站在跑步機上開始跑步 他就會 他快走 他每天都會快走 這很棒 問題他一走就走一個多鐘頭 很吵 鋁帶的那個味道 對 你知道跑步機會有一個 那個帶子 然後因為你開了那個聲音 你電視是不是要開更大聲 因為我們家有一點滿大的 因為我沒有做很多的櫃子 所以其實很擴音 所以他電視一開 然後那個跑步機的跑帶的聲音 然後我們這位大哥 他不是看電視 電視是用來聽的 跟我一樣 手機擺在跑步機上 開始得舟不克 你就看到那個麥克風 那個發牌的聲音 我有跑步機的聲音 我有搖搖搖搖的聲音 我有報新聞的聲音 我都快崩潰妳知道嗎 感覺在夜市 對 然後我就在旁邊 做我的功課 做到後來我是覺得很煩 我就好 那我不要做功課好不好 我們掃地拖地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 我們想說他沒有在看電視 拖 就拖地拖到他前面 你走開 你不要拖這邊 拖那邊去 不要每天一直拖地 穿襪子就好了 一直拖地幹什麼 我想 你跑你的步我就拖一下 然後你還叫我不要一直拖地 他都覺得地板不用每天拖 你襪子穿一穿去洗襪子就可以了 所以知道他在家 那個聲音就很多 好可怕 這樣會躁鬱 心情會緊張 其實他說的這種 我們叫做沙發馬鈴薯 就黏著沙發 對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沙發馬鈴薯真的越來越多 然後不管是看電視 一直轉遙控器 還是說一直滑手機 會有幾個後遺症 其中有一個像志遠 就是他們會瘋狂的追星 然後 特瘋狂 對 很奇妙 沙發馬鈴薯很喜歡追星 另外一個 他們就是越來越少雙向的溝通 也跟你一樣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會感情比較疏離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善這個 你要陪他一起看電視 陪他在旁邊跟他聊一聊 你說雙向溝通 嘴巴溝通嗎 對 那我就用身體 你也要坐在那邊 就是他看什麼劇 你也看什麼劇這樣 就是跟他有共同的話題 就是說你如果想要 把他勾引到床上 你要先陪著他坐在沙發上 先陪他聊一聊 然後慢慢慢慢的 他才能夠離開沙發 老師妳講對了 我現在就開始跟他配 我不是配合 我就講說我想了解一下 韓劇到底是多好看 所以你要陪他一起稍微聊一下 我就開始看了 然後我還跟他一起討論 就有共同話題了 對啊 否則你們兩個就會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她的老公真的是手機 她那個手機也會嚇到她 她自己看一看有沒有 早上起來就黑戀了 打到 真的喔 我女兒也是要學她有學樣 看看…有沒有 然後打到牙齒 牙齒掉一半 好嚴重喔 我這邊出賣我女兒 只有對我講 最有用的就是講韓劇裡台詞 或是你學一兩句韓文 我跟你講他馬上目光 就會被你吸過去 超有用 真的 那我還要 可能要認真一點 欸 講過什麼韓文 講三個韓文 你又選 我不是說女兒 你選 沙拉黑喔 對啊 沙拉黑喔 我愛你這樣 沙拉黑喔 沙拉黑喔 怎麼講 沙拉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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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為什麼講這個韓劇 我會多台語 我會多台語 好 那我知道 我一定要學一些 就是比較基本的跟著它 然後會讓它 挑起對陳志宇的那種欺望 好不好 不過相處在一起久了 往往都會發現彼此一些怪品 譬如說有些人很喜歡聞頭皮味 聞腳味 還有哪裡你知道 我哪裡 土宅啊 有 土宅有味道 有 有聞土宅的 土宅 腐爛味那種 有嗎 好可怕喔 腐味 有人就喜歡 有嗎 有怪癖 先生有一個怪癖 話說回來應該是好事 就是他自己個人不愛整齊收納 但很注重小朋友的衛生 就比如說消毒 你知道有Baby的 就是怕什麼細菌那些 所以出門會帶一個 你知道那種消毒的朋友 然後他就會叫 然後我跟他都隨身帶著 但是呢就比如說出門吃餐廳 你就是小孩子的餐具 或是兒童座椅一定要噴 這種東西就算了對不對 他連去遊樂場 去親子館 去戶外 大白天 因為戶外有太陽曬的地方 就可以上去你的那種溜滑梯 他叫我整座溜滑梯都要噴 那一瓶只有250毫 他說小孩子就整座要噴了 那一瓶有200公尺的對不對 對 石頭溜的量很長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很Over 妳要拿2500毫了 不是 因為你這樣我噴到什麼時候 噴完還要就是把它裝在那個 像那個撒除蟲用的 撒藥沒用 很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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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藏農用的 四幼姐沒有來 等一下笑一下誰判這道理 他好笑的 不是 這個判有點Over嘛 然後就是他很擔心小朋友會生病 但是真的 說真的小朋友要讓他在 比較天然的環境下 最好有抵抗力 對 有些細菌是抑菌 其實他要多接觸 尤其我說戶外 戶外的溜滑梯我覺得不需要 然後他就是擔心小朋友 到什麼地步 就是我前幾天晚上 我今天聲音有點啞 就我前幾天晚上開始有點咳嗽 就好像有點感冒 半夜我咳嗽 一直咳 一直咳 一直咳對不對 他突然我就咳到 就是有點不行 就醒了 然後他也站起來同時 然後我就說 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以為他是要拍一拍我的肩膀 說好 你辛苦了 然後就幫我去倒杯水 不是 他拍一拍我就說 你趕快起來去拿